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我们前面一段时间 邀请了不少的这些弟兄姊妹 同工领袖传道人 跟我们分享的指纹领导力 这个词我想了很久 不是太贴切 但是大家都明白 所以的话呢 我本来今天是要讲这个指纹领导力 当然这个是一个系列的结束 指纹领导力的意思呢 就是说每个人到了一个时候 都会成为家人的 朋友的 我们的这些教会弟兄姊妹 同事等等 都会成为这样的 带头人 榜样 或者成为他们的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领导力 领导力在英文里面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词 不是什么非常特别的词 不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说的领导 不是那个意思 可能更仔细点来思考的话呢 用素质可能比较好 这叫做指纹素质 所以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指纹素质的三个功用 也就是说呢 我们学的灵修 明白神旨意 所谓指纹 就是上帝的指纹 就是神的工作 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外面 所做的工作 见证 留下的证据 而且带下的祝福 我们知道古时候呢 这个中国文化里面有 按手印 按手印 起着呢 就是有 他的签字 就是他的签字 他的签字也代表他的承诺 所以呢 这个指纹是有中西方的 和圣经的 三重的意义 是吧 指纹只有一个 在西方的 这个 法律的里面 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第二个 在中文的里面呢 中国文化里面呢 是带有某种的承诺 承担 在圣经的里面呢 代表了 是他的 作为和法则的印记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所谓的指纹 领导力的 这个系列 就基本上就过去了 可能大家从中间看到 不同的人 不同的 这种的 风格 思想 神的带领 我们这样的学习的是 开阔我们的眼界 开阔我们的心思 也开阔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 我们的这种的胸襟 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 一种的谦卑学习 能够从不同的人身上 看到神给他们的特点 是吧 也来丰富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能也到了一个时候 开始要来深入的来 学习思考交通 所谓灵修明白神旨意 这样事工的神学培训 我们不是没有神学 我们是有 那我们到底要讲多少 我们怎么一个角度讲 是吧 那我也一直在祷告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也把它称为 指纹神学 我们也是需要呢 借着慢慢的 这种的聚会 崇拜 祷告 事工 关怀 我们开始要建立 这个带有 灵修明白神旨意 特质的一个 这些同工灵修 甚至这样的群体 所以比方说我们 要求 所有在同工会里面 不管是哪个同工会 不管是同学会 不管是班委会 不管是 崇拜 一年以后就要 离任 新狄批要上来 全部上 原因呢 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个里面 进行实践 实习 怎么样的判断 怎么样的决定 怎么样的来处理 怎么样的来应对 怎么样的来帮助 那不是 仅仅是凭着热情 也不是仅仅凭着我们的经验 而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里面 需要来 揣摩 圣灵是怎么带领的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也就是慢慢慢慢 我们也请大家为这个祷告 可能慢慢慢慢 我们的这些的信息 这些的分享 可能就越来越带有培训的性质 就是一块砖一块网 让大家对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 灵修明白神旨意的 这样一个课题 这样一种的学习 这样一种的侍奉 有比较框架的 丰富的 也比较有 比较有这种坚实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 素质 这样的人出来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任何教会都可以去 任何教会都可以祝福 任何人都可以帮助 任何人都 任何事情都可以打理 唯一的特质 这经过千锤百炼 这是我们的愿望 就是他们能够非常明确的看见 圣灵是怎么带领的 看见看不见的 想到想不到的 做到做不到的 说出说不出的 有可能成为各个教会 各个事工 各个家庭的祝福 这是我们的盼望 好 我们来看指纹素质的三个功用 这个素质就表示 他有这种眼界 胸襟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 能力 智慧 技巧 全方位的 他有三个功用 第一个功用呢 就是把自己的事情搞定 自己的事情的意思呢 按照主导文里面所说的 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总有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这样的事 那样是两面的 有的时候这样的事 那样是成为我们的残类 有的时候这样是 那样的事成为我们 这种世俗的 这种的吸引追求诱惑 但是同时自己的事 也是 是神的 创造 普世恩典 是神的 这样一个给我们的 在人生的里面 每天我们需要来 在神面前来感恩 在神面前来 学习 操练 成长 所以亚伯拉罕 为自己的儿子祷告 不但不是罪 而且是神圣的 所以主导文里面 耶稣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事上 有的时候 这些的事是负面的 是 窘境的 是一种困难的 是一种挑战的 无论是家庭 儿女 夫妻 无论是健康 无论是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退休 我们的休闲 等等等等 我们的饮食 平时呢 我们都是活在 就是天天打仗 打滚 搞不好我们都不知道 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 但是慢慢慢慢 我们要在自己的事上 非常清楚的跟随 圣灵的指教 圣灵的安排 圣灵的 这样的一种的 带领 我每个星期在过去 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了 基本上跟绝大多数人谈 都是自己的事 这就是自己的事 是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每一天 我们有很多的 需要去面对应付 我们都在里面学 我们每个人都是 有个这样的心愿 愿意来学 愿意来跟随神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幸处太晚 可能我们在过去 太简单 或者太幼稚 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们就有一些的苦境 所以我们如何的出来 我跟一个弟兄 以前跟一个弟兄讲 我说你认识你十年 不断的追求 不断的 基本上还是从负数到零 现在从零要到正数 就把那些的苦恼的 那些的世俗的 那些的赎罪的 那些的不能胜过的 把它解决 到零 然后还要正面的 还要在神的里面 积极阳光 这样的去建造 当然这个是一个 比喻的说法 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交职的 所以如何在自己的事上 清楚跟随 圣灵的指教 第二 公众的事 当我们把自己的事情 搞完了以后 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家庭 无论是事业 无论是健康 我们基本上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当然 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比较容易 跟着教会 一起的 这种的 侍奉也好 聚会也好 学习也好 服事也好 跟着走 这个跟着走 多多少少 就会参与公众的事 是吧 我们的孩子 我们因为孩子 是教会 帮助我们带着孩子 所以当我们孩子 长大以后 或者我们孩子 在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来参与 参与教会的 这个 孩童 事奉 是吧 我们现在 后来 孩子 当着青年 青少年 那我们参加教会的 青少年的事奉 那我们就跟着 青少年的事奉 然后我们到了 这个家庭 那我们又 教会帮助我们的家庭 我们又跟着教会 参与家庭的事奉 等等等等 这个意思就是说了 多多少少 我们会参与公众的事 有的时候 公众的事 是属于工作上的 有的时候 是属于教会的 有的时候 是属于社区的 那多多少少的 我们会参与 把这两件事情 做完 第三件事情 国度的事 基本上我们就 筋疲力竭了 这是多半的时候 神如果给我们 有恩典 我们就参与 国度的事 比方说 这个宣教 比方说 跟自己完全 没有相干的事情 是属于神国的 是属于神国的事 所以这些的都是 我们 来学习操练 观察 建树 我们灵修 明白神旨意 上帝的指纹 在我们身上的塑造 和树直 我们要自我的评估 我们彼此的鼓励 我们设定目标 就是看 这一个人 这一批人 他们能不能够 在自己的事上 清楚的 跟随圣灵 家庭 情绪 健康 关系 都走出来了 那就过河了 还有 他们有没有参与 公众的事 灵修 明白神旨意的 同工会 同学会 指纹事工平台 公众的事 或者不是在我们这里 或者在自己的教会 自己的事工 是吧 或者在你们的社区 有没有 第三 这样的人出来以后 是不是神兴起 这样的人 成为地区性 地方性 局面性的领袖 同工 不一定是领袖 就是一个同工 就是一个帮助的人 就是个好人 能不能够 看到有 从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 从我们这样的一种的聚会 侍奉 训练的里面 出来这样的人 祝福宗教会 祝福各地的社区 那他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在自己的事实上 必须清楚跟随 不是一个江湖 不是稀里糊涂 不是不清不楚 不是 总是事后 马后胖 不是总是一个被动的 不是一个总是一个下意识的 而是 现在就知道 而是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觉悟 在公众的事上 是真诚的服事 圣灵连接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去帮助 不是所有人 那搞得自己精疲力竭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不是 你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我们不可能的 我们是有智慧 我们应该来说 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人 我们所接触的 服事的 连接的 交通的 都有圣灵的三点一线的带领 最好是这样 这不表示我们偶然的 或者是我们漫不经心的 我们就帮助了一个人 不知不觉的就帮助了天使 但是我们是要服事 这个服事就像一个仆人一样 是做一个侍从 是站在旁边来观察陪伴 我在餐馆里是做过招待的 招待的时候 就是你一个人分几个桌子 五个桌子 七个桌子 桌上的盘子太多了 就要撤掉 水不够了 就要加水 餐精子不够了 就要餐精子 对不对 客人扬了手 你要赶快过去 还要 有的时候去说说话 这个有一点交流 等等等等 我在我的亲戚 到那个北京仿善餐厅 就是那个颐和园的仿善餐厅 是因为它是 是很早的时候 是国际友人 是我的父亲的亲戚 在仿善餐厅吃饭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招待 站在那里盯着你看 哎呀 看着真是不舒服 不敢吃 所以一个招待 它是 侍从 它是站在那里 是卑微的服侍的 但是它又是真诚的 按照真理和 按照真理和圣灵来服侍 不是老好先生 也不是老是跟人吵架 是有一种 在神面前有真理的爱 就是该说的话 一定要说出来 但是要好好说 我们都在学习 如果不是把真 不是把从真理的 胜利的话说出来 我们就没有真正的 彼此相爱 那同时 我们如果 不是 用一种的 谦卑的 爱心的 牺牲的服侍 那我们常常 就会产生冲突 在国度的事上 一定要明白 每个人都要知道 神给我们都有恩赐 都有使命 都有托付 你的使命是什么 这个托付是什么 在神的国里面 你是谁 神给了你什么 我们要守住 所以 这个是圣灵所托付的事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自我评估 追求 成长 目标 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在自己的事上 清楚跟随 圣灵指教的路 我们用 十多行传 第十章 我们来看 这里面的 因为这个 百夫长 戈利流 他的指纹 竖直 他在自己的事上 怎样清楚 跟随 圣灵的指教 那这个地方呢 我来解释圣经呢 不是像一般的 这种的解经的方式 而是呢 把他抽出来 把他抽出来 按照 他是 圣灵是怎样 带领他的 他是怎么样 清楚认识 跟随的 是吧 好 我们在这里看 所以我不会把这个圣经 全部念出来 全部念出来的话呢 就会 信息量太大 我们就会呢 不太容易 来 清楚的来 条条杠杠的 把圣灵是怎么引导他的 他是怎么辨认的 然后我们借着我们灵修明白神旨意的课程 是如何的来看 这样的一个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在盖撒利亚 所以有一个人叫戈利牛 他是百夫长 这是个连长 他是个虔诚人 他怎么个虔诚呢 他的全家都进卫审 就常常周济百姓就是供应那些缺乏的 也常常祷告 他常常祷告 他的祷告呢 有一天呢 是在 深处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早上灵修比较好吗 那我们 不是说这是一个规定的 他是下午三点钟祷告 至少在这一天吧 那我的猜想啊 搞不好他天天都是这个时候祷告 他就看到一个异象 他看到一个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 说戈利牛 戈利牛就定睛看他 这个是什么 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 就是识别判断上帝的胜利的感动 圣利的感动 有平安喜乐 坚固盼望 也有异象 也有灵力 他就看见了 但是定睛看他是什么呢 就核实 他不但看见他要核实 是真的吗 判断识别 核实确认 金帕说抓什么事 这是个天使说 你的祷告 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蒙纪念了 好 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了 这个就讲到什么 清楚跟随圣灵的感动 他说现在 这个是时间 你要打发人 做一件事 这个就是方式 圣灵感动他的时间 现在不是明天 不是明年 第二打发人 就是派人去 这个方式 往约帕地点去 往约帕去 就是个地点 我们不是灵修明白神旨 经常讲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恩告的教训 会有指教 就是你学什么功课 还有安排 是不是 这个就是安排 这个就是安排 时间地点方式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是有请一个西门 这个西门叫彼得 他是叫做彼得的西门来 但是圣灵的感动 是什么意思呢 是去还是不去 是叫他来还是不来 听到没有 然后呢 这个西门 这个彼得的西门在哪里呢 他住在海边 客观 不是山边 不是大陆边 是海边 一个萧皮匠的西门 的家里 这两个西门 你要叫那个彼得的西门来 这个彼得的西门 住在萧皮匠的西门家里 哇 这个就不得了 这个就是什么 清楚知道 圣灵的感动 记得清清楚楚 细节 这个叫什么 客观 真实 精准 看见没有 客观 真实 精准 好 天使就去了 这个时候 哥里流来了 叫了两个家人 和常侍后 他的 虔诚的兵 家里人 最知道 主人的意思 还要派一个 虔诚的兵 干事 精炼 甚至有保护 还要虔诚 他如果不虔诚 就耽误事 他不虔诚了 就会把事情 就解释错了 他就把这个事 都讲给他们听 什么事 讲给他们听 时间 地点 方式 意思 不知道什么旨意 只知道这个意思 叫他来 客观 真实 精准 就打发他们去了 这个就是什么 哥里流的 功课 从感动到行动 在这一段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哥里流 他有没有得到 圣灵的感动 有 圣灵的感动 是什么意思呢 是叫这个 住在萧皮匠西门家里的 彼得西门来 对吧 然后 那他要学什么样的 属灵功课呢 马上打发他们去 当时就去了 对吧 好 去了以后 这个镜头一转 就转到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彼得 彼得呢 这个时候正在祷告 等一下我们可以讲 具体看彼得的祷告 怎么祷告 但是彼得的话呢 这个时候祷告了 他看到一个异象 他也看到一个异象 他不懂 他在猜疑 什么叫猜疑啊 就是拿捏 揣摩 祷告 等候 留意 他的猜疑之间 不知道所看见的是什么意思 他也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三个大不包 一个大不包 三次向的显现 他不知道 他很清楚 那是圣灵的感动 但是是什么意思呢 正在想的时候 哥尼流拆来的人 两个家人和一个兵丁 已经到了 萧皮 像西门的家 就在这个时候 在门外 喊着问 所以这个就创点了 这个就创点了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创点 这个不是彼得的创点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故事的里面 替 哥尼流创点 他们如果到了 不是萧皮这样的西门家 那就搞错了 他们 这个 他们这个喊着 这个来找他喊着说 你们这里有没有 叫做彼得的西门 坐在这里没有 如果没有就搞错了 如果喊了以后 彼得也没有出来 那就表示 哥尼流的 这个对线是错的 哥尼流的意向 哥尼流的牵手说话 可能是有问题 不一定是错 为什么没有实现 在这个地方创点 我们不是替 彼得创点 我们是替 哥尼流创点 他到了 萧皮这样的西门家 站在门外 又喊着 喂喂喂 有没有 彼得的西门 坐在这里 结果 彼得就下去 去见他说 我就是你们找的人 创点 一二三 三点一线 但是你们来是什么意思呢 他也不知道 哥尼流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 就是叫他去 彼得下来了 也不知道 我们是讲到 哥尼流 他的看见 他的圣灵的感动 他的解释 他的信心 七个环节 都是准的 都是准的 七个环节 对吧 好 这个时候 又到了 一天 他们就进到盖撒利亚 就是到了哥尼流的家 哥尼流这个时候 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 那如果等候不来 怎么办 如果来了 他没有准备亲属密友 又怎么办 那就表示 哥尼流的对明白神旨意 圣灵的感动 解释 客观 真实 均准 都打了折扣 所以一进去 他已经隆重的在等他们 彼得一进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 腹腹在他一脚前拜他 这个就内政 哥尼流的感动是对的 彭正 宾丁和家人 找到了彼得 外政 就是彼得来到了 三点一线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哥尼流的 那个圣灵的感动 多么的准确 当然那个时候是圣灵 这个这个降临的时候 应该是很强烈的 对吧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很强烈的 但是那个时候是圣灵降临的时代 他肯定是非常强烈 所以 哥尼流不会有差错的 不会有差错的 我们不能说人都没有差错 不能这样讲 但是哥尼流是个虔诚人 内政 他的感动是对的 同政 他们找到了彼得 外政 就是彼得最后来了 是吧 好 在这个时候 那 彼得就说 那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呢 也不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神的意思和神的旨意 是有区别的 是吧 所以 哥尼流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要来听你讲话 所以我那个时候 他讲了很长一个故事 我就没讲 他把故事重讲了一遍 我那个时候就打发人去请你 你来了 很好 我们现在都在这里准备好了 要听你讲的一切话 所以 他说 我们只知道一个意思 就是要听你讲话 彼得就开始讲道了 彼得开始讲道理 一讲道 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 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 圣灵就降下来了 像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所以 跟彼得来的六个人 有六个人跟着彼得来 奉格里和彼得同来 看见 他们还没有受水里的洗 他们还没有受水洗 还没有受尽 圣灵已经洗在他们身上了 哇 这个叫什么 所以 隔离流说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要听你讲话 所以 彼得就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要向 隔离流和他家人传福音 他一讲道 隔离流也明白了 旨意 叫彼得来的旨意 是向他专人传福音 看到没有 从隔离流的圣灵的感动 清清楚楚 时间 地点 方式 然后呢 这个意思 是叫请彼得来 而且客观 真实 精准 在海边的 小皮匠的彼得 彼得家里 要叫那个 叫西门的彼得来 你看见没有 清清楚楚 但是一讲道的时候 圣灵降下来了 这个叫什么 圣灵的反向定律 因为是先要水里 才会有圣灵的喜 先要受水喜 才会有圣灵喜 圣灵做了一个反向的事情 让这些外邦人 先受圣灵的喜 然后再受水喜 哇 他们就一下就相信了 圣灵的恩赐也交在 在外邦人身上 稀奇 看见没有 圣灵的反向定律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让我们惊喜 让我们稀奇 是吧 所以内政 圣灵的感动 哥里有力 对的 红正 就是彼得讲福音 外政 就是圣灵降下来了 所以 我们看看 哥里有百夫长 是不是有主日指纹数值 由他在自己的世上 清楚跟随胜利的指教 结局 自己 并他的家人 都信主得救 这个就是叫做指纹的数字 这就是我们灵修 明白神旨意 要来训练 要来塑造 要来帮助弟兄 怎么追求成长 达到这样的境地 每一件事情都知道 每一件事情都有 灵修明白神 只问的三个基本功 每一件事情 每一天里面都会经历 欣赏事成 每一天都能够经历 经历神的七个环节 每一天都能够经历 圣灵带领的 客观 真实 精准 自己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 进入自由 自己的事情 越来越进入 跟随圣灵 自己的事情 越来越心灵 我们指纹事工 就有这样一个童工 他每一次 每一个星期 他就三句话 他就只是三句话 简报 他已经 我认为他已经 写这样的简报 也差不多一年了 几乎没有一次 不是清楚跟随圣灵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的 他的事情越来越宽 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阔 越来越帮助的人 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的 第二 在公众的事上 真诚服事 圣灵连接的人 那我们又回到 十度行算第十章 我们看十度彼得 他的指纹的数字 他是怎么样的 真诚服事 圣灵连接的人 是吧 好 我们来看 我们的解经 还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按照 这种的 经常用的 上下文的解经的方式 来讲一个 这样的一个 圣经当中 这样的一种的 真理的原则 这样 我们是把它抽出来 看圣经当中 圣灵是怎么样运行的 圣经当中 人是怎么样 跟随圣灵的 彼得是怎么样 认出圣灵连接的人 他是怎么样的 做仆人 服事圣灵连接的人 是吧 所以讲十度行算 一定要讲圣灵 很多人讲圣灵 很多人讲圣灵 十度行算 不太多的牵涉圣灵 那我们来看 所以呢 这个兵丁和那个家 这个格力流的家人 快要靠 快要走到那个 哪怕城的时候 彼得这个时候 彼得这个时候 就在中午的时间 到上房顶去祷告地点 他如果只在家里祷告 他一个人暗示祷告 他就听不见了 他如果不在房顶祷告 下面人喊 这里有没有 叫这个 这个彼得的心们 那如果不是在那个时间 他们来到这里 他如果睡觉去了 他如果出去了 他也听不见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圣灵就在 带领彼得 在中午的时候 在房顶上去祷告 而且他这个时候 觉得饿了 想要吃饭 而且那个家里人 正在做饭 你看见没有 这个叫什么 圣灵的逻辑相似性 哎 削皮匠的西门家 正在做饭 彼得要饿了 想吃饭 然后这个时候 又有天上 有一个 一块大布包 坠下来 说吃了 你看这三件事 是三点一线 三件事 三点一线 家人 你在吃饭 你在做饭 然后看到一个东西 坠下来 有很多的活物 彼得说不能吃 这是脏的 这是繁物 不洁 不洁净的 圣灵就告诉他 没有 神所造的 没有 是不洁净的 他就开始 三点一线 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正在这个时候 就要喊 西门在不在 比西门的彼得在不在 彼得说 这些人是哪一人 这些是外邦人 我不可以跟他们去 对吧 你看 三点一线 证明 戈利流外邦人的意向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 地点 处境 这个三点一线 就证明了 这个 彼得 必须去接触 外邦人 他是一个 这个意向 他这个意向 这个布包下来 三点一线 是让他看见 这个接下来的 他要去见的 这三个人 是外邦人 原来他是不能 跟他们讲话的 现在圣灵 启示他 你接触的这些人 是从神来的 不是 是圣灵带来的人 是圣灵让你连接的人 对吧 所以他就看见 这个是灵觉的视觉 听见神觉 灵觉的听觉 又跟主有对话 他朝向神 跟主有对话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所以呢 彼得正在想 他在留意 他在揣摩 他在掂量 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正在这个时候 割离留菜的人 就在门口了 就在下面了 就喊着问 有叫彼得的 西门在这里没有 他还在想 那个意向 这个就是玻璃 这彼得在这里玻璃 圣灵就跟他 讲 下去 等他们通往 不要疑惑 你看那边 三秒钟 我就讲秒证 秒证啊 不要疑惑 是我猜他们来的 所以彼得就下去了 后面圣经上有证明 证明 这一段 这一段时间 彼得就明白 是什么意思了 后面我要讲的 彼得后面就明白了 他在这里没有讲 他在另外地方讲了 秒证 他的玻璃 彼得的玻璃 他就明白了 这些人来 是圣灵连接来的 不是不洁净的人 不是外邦人 是神所喜悦的人 所以经历神的七个环节 判断 这个意向 判断识别 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 确认何时 是不是不洁净的 书 不是 慢一点 留意 等圣灵自己解释 圣灵怎么解释 圣灵怎么解释 先让这三个人喊 有没有彼得住在这 还在想 圣灵就跟他讲 去 不要疑惑 你看见没有 所以下去 他就凭着信心下去 他就是来到神面前 他就来跟这些人连接上了 好 一连接上了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袋人的 原来各国当中 不管他是外邦人 还是犹太人 只要是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是足足写悦的 他就明白神的旨意了 他开始讲道了 彼得开口讲 就是讲道了 他第一个开始讲 就是讲道 我明白了 就是神是不偏袋人的 圣灵连接的人 都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 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 还在讲道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所以 彼得就说 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 跟我们一样 那谁还能够禁止 有什么不能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客观 真实 精准 明白了神的旨意 什么叫精准 不是说受了圣灵的洗 就不要用水洗了 客观 真实 精准 还要用水 给他们施洗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彼得的指纹素质的 这样的一个 他的一个素质 在公众的事上 他真诚的服事 圣灵连接的人 他非常的谨慎 他老想 这个布包是什么意思 然后 他在 想这个布包的时候 圣灵就告诉他 下去 而且 正在他在想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下面外边人喊 有没有西门 你看有没有 这个就是叫圣灵的解释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稍微等一等 下面一件事情发生 就解释了前面的事 下面意思 下面的意思 就是 他还在想 还在想 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就有人突然喊 有没有彼得住在这 你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圣灵的解释 这个就是我们要训练的 一个人 在公众事物上 要看见看不见的 听见听不见的 想到想不到的 明白 人不能明白的 圣灵所连接的人 你要认出来 你要认出来 所以他就服侍了 外邦人 这个百夫长的信仰需要 这是一个公共服务 这是一个服务了外邦人 服务了这个百夫长 服务了他的家人 对不对 就是侍奉 对不对 就是在一个具体的侍奉上 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在国度的事上 忠心持守 圣灵所托付的事 国度的事上 那就是说 跟他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是吧 彼得 在国度的事上 忠心持守 圣灵托付的事 圣灵托付到什么呢 他拿了天国的钥匙 耶稣说 天国的钥匙就交给你了 对吧 所以 这是教会的传统里面 都知道 天国的钥匙在彼得的手里 对吧 但是呢 彼得事实上 是受呼召 去传福音给以色列人 给犹太人家里去 这是他受的托付 所以 外邦人是没有给他的 但是 在国度的事上 外邦人的福音 是交给保罗的 但是 彼得是第一个 向外邦人传福音的 比保罗早 对吧 他住在 削皮匠家里 解禁家告诉我们 削皮匠就是 做皮革 动物的皮 要去做成皮革 这个工作是不洁净的 这样的人 也是不洁净的 所以这是 洁净家讲的 所以彼得就住在 不洁净人的家里 看见一个 大不报的异象 里面有走兽昆虫 是不洁净之物要吃 然后 要与外邦人 就是离哥里流 所派来的人 要来清静来往 还要跟他们走 是不洁净的一个习俗 这个叫胜利的反向定律 反差 黑白反差定律 彼得就留意了 剥离了 就解释了 就明白神的旨意了 接着三点线 他就知道 自己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 这是国度的事 他忠实于他的这个天国的钥匙 但是他是第一个把金钥匙打开国度门 把外邦人福音打开的 第二 他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 圣灵带来连接的 他不能看为不洁 圣灵把哥里流的家人兵定带来 带来连接的 他不能看为不洁净的 圣灵让他喜事看见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凡敬畏主的都为主所愿纳 这是十章三十四节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骗待人的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神 敬畏主行义的都为主所愿纳 所以圣灵启示让他看见了 他就在流意玻璃启示 他都要来连接 他都要来服侍 然后第三圣灵让他想起并且证实 想起什么呢 这十一章十六节里面 结果呢 彼得就到了耶路撒冷 就告诉耶路撒冷的使徒们 结果有人就跟他争辩 说你进到了那些没有受隔离人的家里 和他们一起吃饭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彼得就开口把这些事 按照顺序 还是跟他们讲解 如何在那里 约帕城里面 祷告的时候 看见异象 如何如何 有三个人要站在我的 那正当那个时候 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房门前 就是要来见我 圣灵吩咐 我要同道去 不要疑惑等等等等等等 是这样的 然后又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 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 十六节 我就想起主的话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既然 这个叫他的解释了 这就是他明白神的旨意了 彼得就是说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受圣灵的洗 像我们信耶稣的一样 那我是谁呢 我怎么可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这话就不言语了 归荣耀于神 看到没有 他在解经了 他在讲神学了 所以 还有在 彼得去约帕之前 见到了一个多家 是已经死了的人 但是呢 彼得是第一个 借他祷告让他复活的 圣灵连接的 多家 第一个复活的 圣灵连接的 凯撒利亚人 就是 这个 就是 哥尼流 是第一个外邦人 圣灵让他连接的 耶路撒冷人 是他第一个解经的 解释为什么会有 先有圣灵的洗 才有水洗 所以 他就是在 得地为业 新地 土地 领地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国度的事工 国度的持守 所以 彼得在国度的指纹的数字上 他忠心持守 圣灵托付他的事 就是这个金钥匙 打开国度门 就是这个天国的 福音的门 打开 对吧 好 简单的三个范例 时间的关系 可能讲不了那么多 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了 什么叫做指纹事工 什么叫做指纹事工的训练 素质 什么叫做培训 什么叫做愿景 什么叫做这个人 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 他要解决自己的事 他要能够精准的 跟随胜利的带领 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大学毕业生 他不是研究生 他是大学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在外国人来说 在美国很难找到工作的 非常能找到工作的 结果他最近就找到工作了 他也是我们指纹事工的一个学生 一个学员 他在上课的时候 第一次上课 不是第一 他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就对他担心 我觉得他可能太忙 可能他有太多的事 可能他学不好 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他 找他谈 后来慢慢慢慢 他就来找我谈了 他就常常会找我 灵修啊 明白神职啊 有些地方搞不懂啊 有些地方有些经验 有些体会啊等等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他找到工作之前 我就已经看出来了 他身上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 他有多点多线 第一个啊 就是他的专专业是教英文 一个外国人怎么能教英文呢 结果他就选那个 我当时就留意了 我知道他是非常危险的 除非神与他同在 不然的话 他选这个专业是非常危险 一个外国人 怎么会让你去教美国人的英文呢 结果他就选了这个地儿 他找到实习了 这个叫胜利的反向定律 他找到实习了 别人不太可能给他实习的 要给他实习 一定是给他给墨西哥人啊 或者是其他的难民啊 因为他们需要第二万云啊 不是 他给的是 就是美国人 道道地的美国人 三十个人 他自己跟我们讲 他进去是三十双蓝眼睛 把他吓到了 结果他就实习啊 让他实习下来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 他在找工作的时候 他找了很久 别人都是跟他讲 不要外国人 不能办身份 等等等等 结果他就找到了 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这个基督教的学校 他就说 我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人 并且我们祷告了很久 给你办身份 而且就是让你这个跨文化的 而且还要是基督徒的 结果他发现 这个校长所祷告的一个清单 跟这个 我们的这个教会的 这个大学毕业生的 他祷告的清单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叫圣灵的反对力 反向力 所以 我们就感谢神 他也是在最后 就越来越清楚 神给他的带领 这个叫什么 解决自己的事 解决自己的事 最后讲一个 时间的关系 最后讲一个 指纹事工 我们一起来讲 公众的事和国度的事 我们很多的时候 做事工 为什么呢 做事工 我们有很多的原因 目的 但是 我们要来真诚服事 圣灵连接的人 圣灵连接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有需要 或者在困境 或者在非常的艰难当中 那有的时候我们做不了 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不到 但是 因为是圣灵 让我们要联接的人 我们就 以真理 以真心 以诚实 要来服事这样的人 想办法 给他们安排工作机会 给他们寻找 这种的服事的岗位 甚至要为他们找 这样的经济的来源 等等 举例来说 我们有这样的 基督教的教育 现在有很多的家庭 需要基督教的教育 有很多的孩子 需要基督教的教育 我们就再来 做这样的 基督教的教育的 这种网络 在线教育的事工 我们愿意来帮助 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这些的孩子们 甚至有些的老师们 甚至我们有生活老师 甚至有这种的 这种的牧养的老师 我们都要给他们 有经济上的帮助 甚至补助 甚至工资 为什么 使这样的一个的事工 成为很多的家庭 儿女孩子 和这样的一些的 生活老师 牧养老师和专业老师 他们的一个经济来源 他们的一个服饰的岗位 让他们的服饰和事工 和事业是一起的 但是我们在最近 在做的时候发现 有一些的误解 被一些的领袖 被一些的教会误解 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在 做一些的事 是不应该做的 或者是影响了当地的教会 或者影响了当地的 这些的同工 我们反反复复的讲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是为了祝福众教会 我们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 希望是祝福众家庭 我们这样的做事 为了祝福所有的这些孩子 但是呢 我们却被误解了 所以呢 我们要去赔礼道歉 我和沃恩牧师 沃利牧师 我的师母 我们三个人 要去赔礼道歉 我就想 我在那里家的祷告 我说主啊 这真是 这真是冤枉啊 我们自己拿时间 拿金钱 拿这样出来 我们反而成了得罪人的人 我们还要去赔礼道歉 甚至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还是心里面还有惧怕 我这个惧怕从哪来的 是吧 圣灵就告诉我 你有27万次圣灵与你同在 爱里面没有惧怕 我感谢主 我清楚的知道 这是圣灵让我连接的人 即便我要赔礼道歉 我也是要连接的 我也是要服侍的 我也是要持守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 这样 带着这样的一种沉重的心情 祷告的心情 盼望的心情 我们就要去谈 第一轮他下来还不错 神的怜悯 是吧 所以 我们 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 即便 我们所连接的人 误解了我们 即便他们甚至认为我们是做错了 即便甚至认为我们犯规了 我们还是要服侍 我们也不 也不是好好先生 我们也要 把我们在真理的面前 所领受的要讲出来 包括非洲宣教 觉得我们非洲宣教 是借着宣教的名做自己的事 都是一种 对我们的一个 非常的 这样的里面的一种的 委屈啊 但是 我们就在神面前 愿意来在公众的事上 国度的事上 来连接服侍 神让我们连接的人 来持守 神让我们持守的 好 所以呢 什么叫做指纹数字 就是过河 跟随圣灵的云柱 走进使命的家 好 我们今天时间超过了 所以我就停在这 亲爱的主 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 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神的话 里面的感动 彼此的交通 都多多的沉淀在我们的里面 做我们的食粮 做我们的坚固 也作为我们 每一天的动力 也求主来 祝福我们 接下来这一周的光阴 叫我们 可以来更多的 学习 认识你 依靠你 也来跟踪你 也在我们的当中 求主来敬念那些 困苦的 那些有需要的 那些在难处当中的 我们都求主 听他们的祷告 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谢谢主 在我们当中 兴起各样的 弟兄姊妹 同工 来 一起的来 彼此携手 互相的帮补 求主 纪念 每一位的辛劳 也在这里 求神的祝福 丰丰满满的 带领我们这一周的光阴 让我们出入平安 叫我们里面 常常带着盼望 谢谢你 祷告祈求 靠耶稣基督 阿们